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在人前不惧怕 让我们满有口才 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归向你 让更多的人也来归向你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今天所有一切的事工 恭恭敬敬的叫托在你的手上 求神引领 触摸我们刚硬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更多 让我们的老师今天也能更有爱心和耐心的来服侍我们 感谢神 我们这样祷告是封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卷书叫做The Book of Psalms 这个P Psalms的P是不发音的 P Psalms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回顾一下第十三节 十三节说 He strengthens the bar of your gates strengthens 加天力量 巩固了什么东西 加天力量 巩固了你的bars of your gates 指的你那个大门上的门栓 哇 这个是一个很具象的形容 所以诗篇里面的这种歌颂的方式 这种具体的言语 让人更能感受到神的大能 好 And blesses your people within you 在你的中间 他在你的圣灵的环绕之下 在你的中间呢 来赐福给你的子民 都赐福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十四节 今天我们从十四节开始 He grins He grins 这个grins呢 一般来讲呢 我们就是指的他赐下来 他赐下来 他使什么发声 他赐下来 Peace to your borders Borders 我们知道borders是指我们的边境 是吧 边境 比如说我们的国家 东以什么为界 西以什么为界 这就是我们的borders 我们的这个边境 所以borders用复数呢 是因为我们四边的边境 一个国家 各个地方的边境 全部合起来 叫borders 他赐给你 赐给你的所有 你的边境以内 通通都是平安 And satisfy you with the fineness of wheat ok 所以satisfy这个字呢 常常用在 只使人吃饱了 满足 饱足感 五饼二鱼的时候 就是问了说 也就是问说 大家吃饱了没有啊 是不是 satisfy satisfy 所以一个人吃饱饱了 吃得很 很饱足了 不再饥饿了 我们就叫satisfy 好 他用什么东西来让你产生饱足呢 满足呢 他是用the fineness of wheat the finest 这个是最细致的 最细致的麦子呢 最好的 最上等的这些麦子 来让你得到饱足 好 我们接下来看十五节 he sends his command to the earth ok send commands 表示他发出这个命令 他发出 那像这个大地 整个大地呢 发出命令 his word runs swiftly 他这个swiftly 指的是非常快速的意思 很迅速 很迅速的不得了 所以his word 他的言语 他的话语呢 迅速的 runs 表示他迅速的发布 迅速的搬行 在地上 很快的传播 好 再来十六节 he spressed the snow spressed the snow 把雪啊 降下来 指的是那个 分散开来 因为他撒下来的时候 因为他撒下来的时候 那个动作叫spress spress the snow 他撒这个雪像什么一样呢 like wall whole 是羊毛 ok 就好像你看到 感觉上像撒羊毛一样 又轻又软 and scatters scatters 是散开 散开来 散开来 散开来什么东西呢 the frost like ashes frost 是霜 霜 这个跟snow 就有点不一样 这个比较 霜 是比较厚重一点的 like ashes ashes 就像灰一样 灰一样 所以用大自然 来形容 上帝的行动 所以他这个大水 雪 他这个降下雪的时候呢 就感觉像羊毛一样 他撒下来 这些霜呢 就好像这些灰烬一样 好 再来17节 he hurls down his hill 这个hill 就是一步一步 越来越大 那个体积越来越大 snow 是比较更最小的 轻软的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再下来是frost 是霜 结霜 再来是heil heil 是这个冰袍 冰袍 越来越大了 he hurls down he hurls 指的是 丢 直 头直 因为越来越有重量的东西 你就用丢的了 他把他的 这个冰袍 丢下来 就像什么 像一样 像pebbles pebbles pebbles 是指那种碎石头 碎石头 有的时候我们在 有一些 比如说 被毁坏的 城墙 或什么样 就会地上很多的碎石头 那个就叫pebbles ok 好 who can withstand and his icy blast 谁能够 这是一个 是一个问句 who can withstand withstand 是承受得住 抵挡得住 his icy blast icy blast 这个是非常冷的时候 我们叫 i icy 都是冰冻的 很冰冷的 blast ok I icy blast 指的是说 他的这种冷碎 blast 是这样爆炸 好像是爆炸一样 所以他把这个冰茶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冰袍 洒下来的时候 就好像碎石头一样 谁能够承担得起 这个突然洒下来 就有点像爆炸性的 谁能承担得起呢 就洒下来的时候 就感觉是好像一个 一个冰渣的 这个爆炸一样 谁能忍受得了呢 he sent his words and melt them 所以呢 he sent his words 这个表示 他发出他的命令 and melt them 这个them 就是指的前面的 这些冰冰碎碎的东西 这些冰袍 他发出他的话语呢 然后命令一出 冰雪 这些冰袍都融化了 melt是融化 he stirs up stirs up 是把它搅动起来 在这里我们就是指 刮起来 搅动起来 he stirs up his breezes breeze是那种 风 这个是微风 微风 他就把那个风 给搅动起来了 and the waters flow waters 那些水流 那些水流就开始流动了 天气就变好了 好 接下来十九节 he has revealed he has revealed his word reveal his word 指的是说 他把他的话 写明出来 把他的话 让人家能够了解 所以他就 把自己 把他的话 揭示出来 揭露出来 让谁知道呢 揭露出来 给jacob 给雅各 所以他把他的话 语 就让雅各 明白 传给了雅各 his laws and decrees for israel 把他的话 语 这些他的道 都传给了 这个雅各 之后呢 他的律法 laws decrease 典章 都给了 揭示给了 以色列 传给了以色列 he has done this for no other nations 他这样做 他如此这样做 for no other nations 没有为其他的国家做 意思就是 只有为以色列做 只有以色列 以色列是特别被恩戴的 特别的国家 they do not know his laws 为什么他没有给其他的国家呢 是因为他的法律 他的律例 那些国家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所以没有给 为其他的国家这样对待过 Praise the Lord 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好 我们下面这个 我们这里看到 P是不发音 148章 verse 1 Praise the Lord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Praise the Lord from the heaven 我们赞美 从天上要来赞美他 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是天上来的 是吧 太伟大了 好 我们再继续看 from the heaven 是从天上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是 Praise him in the highs above OK Highs above 是 above呢 表示是在 很高的地方 OK Hights above 高地 高地 高处的地方 所以呢 Above 在那个 之上 我们要从天上赞美他 我们从 那个 高处 之上 来赞美他 天就是在 高处 之上 从高天 来赞美他 Praise him in the highs above OK 太好了 高高的地方 我们来赞美他 Praise him all his angels Praise him 这个地方讲的是 all his angels 他所有的天使 他的使者 通通都在赞美他 通通都在赞美他 然后呢 all his heavenly hosts 还有所有天上的 这个host呢 我们指的是 像我们平台上的主持人 我们叫host 是不是 这个是主管 天上的 我们可以 heavenly hosts 我们可以讲 天君 所有的天兵 天将 天君 天君 所有他 天上的天君 通通都赞美他 Praise him 我们要赞美他 什么人要赞美他呢 你看看 Sun Moon Sun and Moon 太阳和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所以一个一个点名 现在太阳月亮 也是要赞美他的 Praise him all you shining stars 还有谁要赞美啊 还有这个美丽的星星 闪亮亮 Shining是 bling bling 闪亮亮的星星 OK 好 再来是 Praise him 赞美他 谁呢 这次点名的是 you highest heavens OK 你们这些高天 高天上 好 and you waters above the skies 还有天上 除了天上的天以外 还有天上的水 呢 OK 天上的水 所以天上的天 天上的水 都要赞美他 好 再来第五件 Let them praise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们要让他们刚刚点名的这个天上的天 天上的水 我们愿他们怎么样 他们通通赞美 这一切都要赞美 耶和华的名 the name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名 为什么 for he commanded and they were created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后面呢 接下来是 有一个连续的动作 连续的动作 是因为怎么样 他 for he commanded and they were created 因为他一发出命令 他一发出命令呢 所有的东西 they were created 他们这些通通都被创造了 只要神一发出命令 他们就被创造了 就造好了 好 第六节 he set them in place forever and ever he set them 他把这些呢 这些人呢 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天上的天 天上的水 所有的万物呢 set them in place 指的是 把他们设定了 把他们立定了 这一切 都设在他们 该有的位置上了 我们叫set them in place 永永远远 这件事情直到永永远远 forever and ever he gave a decree 但是他所颁定的这些规定 这些律令呢 will never pass away 永远不过时 永远不会被废掉 不可能的 他一旦颁定就永远的存在了 好 Praise the Lord from the earth 我们要赞美神 from the earth 从地上来赞美神 you great sea creatures and all ocean depths 这次给名的是谁呢 great sea creatures 是指呢 海里面的那些 大的生物 大的生物有什么 有什么鲸鱼啊 什么很大很大的这种 叫great sea creatures 还有呢 ocean depths 这个就指的是海洋的羊了 海洋里的这个深处 海洋里的深渊 这些都点名了 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点名他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 再来我们来看 第八节 lightning and hell 这一次点名的 是指lightning lightning指的是那个大雷的 雷 雷火 你大雷的时候会有火气产生 还有呢 hill呢是冰袍 snow是雪 cloud是云 或者是指那些云雾 storming wings storming wings指的是那些狂风 that do his bidding do his bidding 指的是说这些所有 所有的这些 一切 他们都是在执行神的命令 所以神规定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do his bidding 就是听命于他 所有以上我们讲的 大自然的这一切 都听命于他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这些 所有大海里面的大生物 鲸鱼啊 什么大生物 海里面的深渊 这些全部大自然的 一切的景观都听命于他 do his bidding 听命于他 OK第九 我们来看 You mountains and hills 这个是大山跟小山 Mountains跟hills 中间的差距就一个大一个小 Fruit trees and all sitters 所有的这些香柏树 香柏树 所有的这些 也有人说这个叫雪松 Fruit trees 是那些果树 这些大自然 这次现在点名他们了 Wild animals and all cattle 所有的动物 Wild animals 是野兽 野兽的这个野生的动物 还有 Cattle Cattle 是养在家里面的 这些牛羊牲畜 Small creatures 那些小的生物 可能是小昆虫啊 小蟑螂啊 小什么东西 爬行的东西 And flying birds Flying birds 是这个飞鸟 好 点名这些 十一节 点名的是 Kings of the earth All nations 大地上面的君王 还有All nations 所有的 Nations指的各个民族 万民 所有的民族 点名他们 You princess OK You princess Princess指的是那些 由权柄的做首领的 诸侯啊 将相啊 这些人 You princess And all rulers on earth Rulers是那些 统治者 有权柄的 做审判的人 我们叫rulers 审判官 在地上 所有的这些人 点名他们 第十二节 点名的是 Young men And maidens Young men 指的是那些 青少年 青年 青年男的 那 Maidens指的是 那些少女 还没有结过婚 没有跟男人 同房过的 我们叫Maidens Old men 老人 再来是 Children 我们都知道 这是小孩子 点名他们了 他们也是一样 要赞美耶和华的 Live and praise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们要让他们 愿他们啊 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为什么呢 For his name Alone is exalted 因为他的名 Only 注意这个地方 Alone 是独独的意思 Alone 只有only的意思 独独只有 他的名 是要被高举的 被尊崇的 His splendor is above the earth OK 所有呢 他的这个 荣美 荣华 荣美呢 His splendor is above the earth 完全在地之上 完全在地之上 And the heavens 所以神的荣美 这一切呢 都在超越过天 超越过地 在天地之上 OK 十四节 He has raised up for his people a horn OK 他已经高举了 OK 高举了他的 raise up for his horn for his people a horn 他为他的子民 OK 为他们呢 已经高举了一个 horn 是一个脚 OK 所以他把他的子民的 这个脚高举呢 表示怎么样 这个主要的意思是 horn 代表着胜利 是吧 我们以前学过 胜利 凯旋 所以表示呢 他让自己的子民 力量 非常的高强 是可以得胜的 The praise of all his saints 赞美 赞美什么呢 他的圣民的 一切的赞美 所以这些圣民 都是赞美的 OK Israel 也是以色列的 The people close to his horn 这些人都非常 亲近他的心 所以呢 这些亲近的人 他们都在 Praise the Lord 赞美耶和华 OK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49章 149章 Praise the Lord 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这个我们前面读过 赞美神呢 我们要唱一个新的歌 要为耶和华 唱新的歌 好听的歌 Is praise in the assembly of sin of the sins OK 所以在他的赞美呢 是在什么中间唱呢 我们唱的时候 是在圣民的聚会之中 这个Assembly 是聚会 聚会之中 在圣民的这个聚会之中呢 我们要来赞美他 好 我们来看第二节 Let Israel rejoice in his maker 然后愿这个以色列 让以色列呢 在他的 在他的造物组织中呢 让他们在那里 欢欢喜喜 Let the people of Zion be glad in their king 愿这个西安的老百姓 西安的子民啊 都在他们的王 在他们的王之中呢 也就是指的我们这个king 指的是我们的耶和华 在他们的王之中呢 快乐 好 第三节我们看 Let them praise his name with dancing 让他们啊 赞美他的名 赞美耶和华的名呢 来唱歌 用什么方法 用跳舞的方式 Dancing and make music 来那个奏乐 然后呢 make music to him with tambourine and harp tambourine是我们的手鼓 拿在手上拍几的这个手鼓 harp呢 是一个琴 在这个琴 所以我们用几股 弹琴的方式 来赞美歌颂堂 For the Lord takes delight and his people takes delight in takes delight in 是欢喜的意思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记起来 因为啊 这个以色列 这个神呢 神是非常喜欢他的子民的 神是非常喜欢他的子民的 然后呢 耶和华喜欢他的子民 He crowns the humble with salvation OK The humble 是指那些谦卑的人 他为那些谦卑的人呢 戴上 Crowns 是在他们的头上 戴上冠冕 或者是戴上装饰 用他的救恩 他用他的救恩 来为这些谦卑的人 头上戴上冠冕 戴上装饰 Let the saints rejoice in his honor Saints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 那些忠诚的人 那些圣民 愿那些圣民呢 In his honor 在他的荣耀之中 他在那里欢乐 在那里高兴 And sing for joy on their beds 在他们的床上 在那里唱欢呼的歌 在这歌唱 唱欢呼的歌 好 第六节 May the praise of God be in their mouth OK 我们愿 愿这个耶和华的赞美呢 一直在他们的口中 在他们的口中 颂扬神呢 And a double-edged sword in their hands Double-edged 是两刃 就是这个 一个刀呢 两侧都是开了刃 都可以 都很锋利的 所以两刃的刀呢 就好像有两刃的刀 在他们手里一样 手里拿着两刃的刀 To inflict virgins Inflict virgins on the nation OK Inflict virgins 是指他们去报复 他们要 为的是要 手上拿着 前面我们最后 是讲的是两刃的刀 拿了是为了 要报复 The nations 是指那些 那些国家 列国 很多个国家 要报复这些列国 And punishment on the peoples 而且对这些 老百姓 众民 要惩罚他们 要惩罚他们 好 第八节 To bind their king with fetters OK 所以呢 他们现在呢 bind是把什么 捆绑起来 把他们的 王给他 捆绑起来 OK 捆绑用什么方式呢 这个地方有 fetters OK fetters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 他们用这个链子 好像像链子一样 把他们捆绑起来 好像像铁 脚链 什么 脚链身上 上铁链一样 There are nobles with shackles of iron 他们的 这些 nobles nobles 指的是那些 贵族 那些 那些 权贵 叫nobles shackles of iron 然后用权贵身上 都绑上了这些 脚料 铁料 把他们控制起来 好 再来 to carry out the sentence OK 接下来这个是 carry out 要执行的意思 执行的sentence sentence 是指 已经写下来的 判决 sentence 是判决 已经最后的决定了 判什么 判6年 判15年 判20年 那个叫sentence written against them 就是写下来 对付他们 对付他们 已经写好的 这些判决 要执行 OK 好 This is the glory of all his sins 这个就是 他所有 他的圣名 他对他 忠诚的人 他们所享有的 这种 尊柔 OK Praise the Lord 我们要 赞美神 赞美神 好 150章 我们来看一下 Praise the Lord Praise God in his sanctuary 我们要赞美神 赞美神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他的 圣所里面 在他的圣所 避难所 圣所里面 我们要赞美他 然后呢 再来是 Praise him in his mighty heavens 我们还要在什么地方 来赞美他呢 我们要赞美他呢 是在他的 mighty heavens 在他的 大能的天上 大有能力的 这个是天 就是他的 穷仓啊 这个heaven 是好几道 好几重天 是不是啊 要在这个 大能的天上 穷仓上面 我们来赞美他 Praise him for his acts of power 我们要赞美他呢 因为他的这个 大能力的 这个作为 大能力 power是有 大能力的 这个作为 我们要来赞美他 And praise him for his surpassing greatness Greatness 是伟大 OK 而这个伟大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surpassing surpassing 是没有办法 比拟的 OK 所有超过一切的 OK 所有超过一切的 这个超越一切的 这种伟大 超越 无可比拟 超越一切 好 再来呢 Praise him with the sounding of the trumpet 现在要赞美他 用什么方法 用trumpet trumpet 是凡是吹出来的 号角 喇叭 都算 OK 好 这个用这个 号角的声音的 这个声响呢 sounding 我们来赞美他 Praise him with harp and lyre harp and lyre 这个我们前面 都学过 一个是思旋的乐器 一个是琴 所以呢 我们用harp 用lyre 这些乐器呢 来赞美他 好 再来我们看 第四节 Praise him with the trumpet and dancing OK 所以我们要赞美他 用 sorry tambourine tambourine 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手骨 手骨 就好像有 我们现在所谓的 铃骨啊 手骨啊 都是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的 拍响这些铃骨呢 然后还有 and dancing 用跳舞来赞美他 再来呢 还有什么 Praise him with the strings and flute OK Strings 是指那些 像是那个 有管 有弦乐的管 所以这个 flue是管的乐器 一个是弦 一个是管 管弦乐 flue是吹的 笛子啊 消啊 这一类都属于flue string呢 是指那些 像比如说 弦乐器啊 像我们现代的 这个什么 吉他啦 这种有弦 可以拨弄的 我们都叫 strings and flute 好 第五节 Praise him with the clash of symbols OK 这个symbols 就很大了 哈 胖胖胖的 那个声音 哈 巴 OK 巴 这个是我们 常常在 呃 行的演奏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 也可以听到的 哈 clash 这个clash指的就是他 呃 敲响的那个 很洪亮的声音 我们叫clash OK 这是一个声音的词 来形容那种感觉 OK 好 所以呢 要用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 巴 他的这种 很大的这种 碰撞的声音 clash 是一个声音 碰撞的声音 我们来赞美他 再来 Praise him with resounding symbols OK resounding OK 所以我们前面是clash OK clash已经是 碰撞的声音 再来resounding呢 是更大声的撞击 更大声的撞击 所以是一个高声 大声 我们可以讲是 铿腔有力的声音的 这个巴 来赞美他 声的敲 好 再来第六节 Let everything that has breath 让所有 breath 是呼吸啊 让那些 所有有气息的 都来 Praise the Lord 让所有有气息的 都来赞美 耶和华 好 最后一句 就是告诉你 Praise the Lord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要赞美 耶和华 所以呢 这 全部 最后 就是 我们最后的 150章呢 全部都是在 赞美 耶和华 怎么赞美 然后 比如说我们 从一开始的地方的时候 有乐器进场 一开始 在诸天 天上 圣所赞美他 再来他的这个 他的高 诸天上面 几重天 这些heavens 我们都要赞美他 再来各种的乐器 就进场了 乐器 一直到诗篇的最后 终结的时候 所有的人 通通要赞美 只要你们有气息 有呼吸的 有气血的 你们全部都要赞美 耶和华 然后最后 整个诗篇 就在赞美 耶和华之中 我们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 把这个 诗篇 讲完